第29届东南亚运动会今晚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正式开幕 来自本区域11国的4800多名运动员将争取在这个东南亚体坛盛市发光发热 2017年东运会晚上8点17分在武吉加利尔国家体育场拉开帷幕 表演者手持320只马来西亚国旗步入体育场代表马来西亚的3200万人口 11个参赛国的国旗随后入场 我国代表队在射击女将徐香伟的率领下步入体育场 我国这次派出了近570名运动员参与35个赛项 是我国在客场参赛的历来最庞大阵容 当中包括了奥运冠军蝶王约瑟琳 东道国马来西亚则派出了870多人的代表团是全场参赛人数最多的团队 他们在包括跳水世界冠军张俊宏在内的三位请起手的率领下 最后进入会场 马来西亚最高元首莫哈默武士随后宣布冬运会正式开幕 穿着绚丽服装的表演者随着优美音乐翩翩起舞 为体育场的气氛增添活力 长达20分钟的表演体现了这届冬运会的主题一同崛起 冬运会火炬被带进了体育场 由马来西亚历届体坛健将传递 圣火点燃 烟花点亮了体育场的上空 被接下来11天的赛事拉开许多 明天的赛事拉雅 ique specialize